我想飛夢寧是屏東縣政府跟社會處這兩年極力推動的一個計畫 它是把一個廢棄的營區重新打造成一個類似中毒之家一樣的概念 它讓一些中措、失憶的學童可以在裡面一方面當成一個校園 一方面晚上可以在那邊住 這是我們這次舉辦飛夢寧主要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幫助屏東縣政府來推動這樣子一個很好的一個計畫 我們從南打到北最少去的地方就是屏東 這次感謝主委感謝屏東縣政府讓我們兩隊有這個機會到最南南台灣去一較高下 過去兩隊拚鬥的很兇互罵的也很兇 那都是在中北部到高雄 那這次我們對決南台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去看一下屏東球場整修之後的一個漂亮的球場 因為球員總喜歡在漂亮球場打球嘛 輸贏是一回事啊 那誰都想贏 那我覺得 這個 迎面應該是 如果有人在下注的話 我想應該投閃亮之星這邊 是是是這個 有關於這一點 截至目前為止啦 這麼多場公益賽下來就是跟 碰爸爸的對戰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目前應該算是五五波 就勝負的數量來看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今年剛好又有這個幾場公益賽要打嘛 剛好又可以分出一個勝負 所以我必須要講的就是 上次大要趁今年大幅領先 對 領先勝率 那開玩笑啦 就是總而言之呢 雖然我們是藝人喔 但上了球場基本上 不會有人想輸 所以我們也會盡全力 用自己的力量 打一場好球給大家看 然後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來看我們拼命 然後呢 也可以一起做公益這樣 謝謝 謝謝